由吴俊如返传男人主演的《贺岁编》时而惊讶 虽然完全放弃了内地市场 但上映至今也获得2100万港币票房 算是非常不错 整个春节期间带着女儿到了美国度假的吴俊如 在为一号回到香港带领一众演员 包括卢亥鹏、江浩文、刘浩龙和蔡汉逸等到影院谢票 吴俊如就预告下周会办庆功宴 其实宣传比拍电影更累 还有昨天从美国飞回来 然后就一直在忙着 然后每一天都睡五个小时 所以就状态不好 还有一些敏感 天气好潮湿 潮湿 十二惊讶之所以票房暴洁 片中的一众客串的大牌演员功不可没 其中谢霆锋、赵薇、陆寒、李若同等 每一位都足以吸引大批影迷入场 为了给票房带来更多的刺激 吴俊如更特别邀请彭于晏出演家常版 让部分看了一遍的影迷 继续看第二遍 但就算对票房的帮助有限 吴俊如在拍戏的过程当中 已经春光无限 这个是导演要求的 其实我有点害羞的 因为彭于晏的那个真的练着一身的肌肉 然后因为他的出名的就是他的身体 所以在心里面我就说 你是真的彭于晏吗 然后就摸他一下 然后就感觉到 哇 我们广东话叫爆鸡 爆鸡 普通话怎么说 就是那个 爆鸡肉 爆鸡肉 对啊 广东话叫爆鸡 铁轮杯 那个铁轮杯好臭 哎呀 麒麟碧 我们叫麒麟碧 对啊 麒麟碧太厉害了 然后那天拍的时候一摸 哇 真的原来是硬的 石头一样 石头一样 对 YES娱乐新闻中心 香港报道